欢迎观众朋友收看《周一长谈》 何力美与大家主持节目 今集要和大家讲一下联邦大选 10月21日就举行了 正如选前的多项民调显示 小数政府果然出现了 由小道领导的自由党继续执政 不过就变成由上次大多数变成小数政府 这个联邦保守党挑战不成功 现在要面对新政府 小道的执政是需要调整 由上次大多数政府变成小数政府 施政的思维怎样去教正它呢 因为过去一选完之后 已经出现了亚省那边就说 我们要搞独立因为你们自由党在草原省 特别是亚省几乎一直都没有 当然这些可能是用来争取资源的 一些讨价还价的方法 今次我们也请到我们的时事评论员 就是Garren 马思义 就跟我们一起说一下 先问一下Garren 今届联邦大选选出自由党这个小数政府 跟上届大多数对比真的很强力 你觉得新政府施政会估计会更多制造的 杜鲁多的自由党 四年之后又大多数变成小数 关键原因搞成这样的变化是什么呢 其实我想就要看回一下 对比一下上一届的环境 跟今届的环境 其实我总体来说 其实自由党上一届 是它的表现超过预期 超过预期 是的 其实今次是反回它的基本盘而已 怎么这么说呢 我们大家知道 加拿大的联邦政治光谱 当作一条直线 保守党偏右 自由党中间或者中间偏左 新民主党和陆党比较左 就是再左一点那边 我们上一届看到 其实自由党左右的游离票 其实都抢了不少 为什么呢 第一 当时哈巴执政了十年 当中 无论大家怎样评论 Steven哈巴的政绩怎样都好 都有一些人 可能觉得今届我不想再投Steven哈巴 中间是保守党和自由党之间游离票的人 觉得不想选择他 他们不选保守党 就变成了自由党 而上一届自由党杜鲁多的政纲 其实是偏左的 就是很多政纲 无论他用的财政或者社会 刻意偏左 对 那些程度可以刻意偏左 可能策略上又成功了 是 再加上那届其实Thomas普普普的NDP 已经相对比较弱势 气势没有之前的 Jack Layton年代这么强 是 结果很多一些NDP 或者是自由党之间的游离票 这次他们更加不想Steven哈巴赢赢了 就投了去自由党那边 结果自由党左右都逢完 就拿了一个很大的票数 因为你就算看到上届在地区性 但是西洋省份 自由党是拿了所有的移植 历史上差不多是没有发生过的 怎么也不会拿到尽的 其实某程度数字上已经看到是上一届是拿得了 所以今届与没有以外 缩是不出奇的 因为第一 Steven哈巴赢已经不是一个原因 对保守党来说 历史也变了 是的 当然第二点 到左边 因为今次的选举 环保市场竟租给了一个重要的议题 就是环保多时是偏左那边 左边现在的绿党 新民主党绿党他们说是更加比自由党更加环保 因为自由党的定位尝试左右逢完 一时是起油管 一时是要做碳税 但是其实那些真是很 英文叫Hardcore的环保分子 就是那些死忠分子 是的 那我不如投六党 我不如投三 或者新民主党 结果其实 左边的票也都流走了百分之几百分 所以我们总体来说 看到自由党 由上届得票率 由接近百分之四十 跌到今次百分之三十三 每输了几百分之几百分 结果他就输回 他其实保住了自己的基本判 就是有点打回原刑 打回原刑 应该是这样的 不上次就去火了 是的 今届大选最大的挑战者 当然是保守党 稀疑领导的保守党 由过去的九十五席 去到一百二十一席 那就有进账的 但是都去不到他想执政的大多数 当然这个大家都估计 是很难的 连执政的都做不到 你挑战者怎么做到呢 就在中西部选举 尤其是亚省和沙省 基本都是一片蓝 这个蓝当然不是香港的蓝 而是保守党的那只保守蓝 那就搞到亚省人 特别是杰森肯尼 你知道亚省省长 马上跳出来 喂 你照顾一下我们 现在一票都没有 我们没有代表在国会 那你现在怎么办呢 你觉得保守党这次 虽然他去不到自由党 157席这种都是少数政府 但是都有一个差距 那你怎样评价希尔 或者保守党表现呢 那如果你说以 取得多少人的支持 取得多少支持者呢 其实希尔也叫做交路功课 就是他得票就有610万 就比哈帕赢更高 但是大多数政府那时候 那叫做总体数字他有交代 就是这个所谓普选票 普选票是有交代的 但是你说在一个选举策略 以及以全国的覆盖面来说 他这次我们用结果去衡量他的策略 就其实他做得不是很理想的 就是深化了自己基本盘的票 就是他本身大家都看到 至少这十几二十年来的地区分布 下省和沙省 基本上是保守党的大票仓 是有益的大票仓 就是自由党就算做得好那几届 说的议席都说不超过五个 每个省 就是说一两个 很辛苦才得到 就是手指这么多的议席而已 是的 很辛苦才得到的 基本上现在保守党之 是更加再还数千军 就是他更加额外得到的议席 其实不是那么多 在那些省得到很多票 但是他的议题或者他的理念 不可以覆盖到其他的地区 尤其是在安省 就是我们看到他帕的年代 为什么他可以赢得到的大多数 就是安省 他起码做得到 是令到安省的人去支持他 他在安省超过一百席里面 拿到七十席 才令到他可以稳住了 去拿到的大多数 但是这次很可惜的就是 希尔在这次的选举工程里面 我相信他所做出来的议题 就令到东岸、安省、灰省 特别不合听 以示大西人省份 都不太接受他的那一套 我们就算看到在整个选举的 过的选择选拳战争的时间 我们看到比如说民调追踪 其实灰省和东岸保守党的支持度 是一直向下跌 反而票是流失了到其他地方的政党 反而就更加导致 其实安吉尔和总理的宝座 实处交比 这方面在全国的策略上 可能保守党需要去想想 很多说法都说 得安省又得天下的 在加拿大 因为是全国三分一人口 接近三分一人在安省 亦都是我们经济的重镇 保守党屡功不下 这个当然是选举的政纲 那个吸引力 和保守党这个 就是那个 所谓向右的 和安省 斥开的这个左翼路线不同 以至安省因在保守党 他们省保守党领导之下 他们安省手门都痛定思痛 所以这个都是 无端端就是叫做 Friendly fire 都弄到 A2 女我不是人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叫做时机不适合 你幸运还是不幸运 其实呢 比如说去年刚刚安省省宣过后 保守党上台 其实本身应该 对联邦保守党应该有点厉害 就是叫做 香港的选举 述以为装脚都多一点 是吧 就是帮手 自己人在 是的 自己人在装脚都多一点 但是呢 就刚刚一年 杜甲福特做了很多 一些比较大刀斧斧的改革 我们不平常 对临草 当然 但是一样事实是 做了很多回响 当然也被联邦自由党 拿来做攻击 安省的武器 安省的政策 很多很文垂式的政策 所以左左翼的人 很多都会捞头的 是的 所以会不会这样 影响了安德州的选举 优优独的 第二点 我也看到安德州 本身在这次选举的定位 其实他本身是挺偏右 但我也看到 其实定位都是偏向右边的 我估计他可能不会 是否担心 怕人民党和他分票 因为人民党是在他的右手边 其实都不成气候 人民党领都拿不到议席 结果是 但当时始终 可能因为他们欠党领的时候 自己分出来 有一个心理威胁 是的 因为Masin Bernadette 其实书很少 其实那次跟安德州 书争争党领的时候 所以可能他心里有威胁 所以他的定位不敢偏左 就是想多立一些中间 所以就抑了中间的 所以就很稳固 是的 如果他定位偏右的话 变了就更加 就取悦不了 比如说中间派 或者是安省 或者是灰省这些地方 是相对在西草原省份 没有那么有观点的选民 结果就令到他 不可以将他的版图大幅扩张 真的保守着自己的基本盘 但是就打不开局面 打不开局面 怎样都好 现在这个选举之后 就好像看到加拿大 好像两个月色的 红色的是靠东边 蓝色的基本都是在西边 在一个免省一路数过来 出现了二分之局 开始担心草原省份 就说又没有议席在国会了 你现在的票都在东边 在BC省当然还有自由党 但是保守党仍然是多过他的 所谓加拿大的一些本土的思维 其实保守党是加拿大最本土的思维 最早期是有一种排外倾向的 现在他们担心 他开始被联邦政府排挤了 因为你没有办法 就是把他放进去 就是你拿到票 但是他没有跟你找联邦的资源 他担心油管怎么办呢 会不会在资源分配上吃亏一些 我想又不用太担忧 因为没有一位总理 或者想做总理的人 会做历史罪人 就将加拿大变成四分五裂的 没有人会想在将来历史上 加拿大某边面 哪个作者 就是不可以搞惩罚 不可以搞惩罚 你固着投给保守党 我就不给资源你 你觉得怎样拆局呢 就是说作为自由党 现在有小道找你给点意见 Galind 你会怎样令到这班 因为小道当选当时 说我是服务所有加拿大人 这句话是有心意的 是向着中部草原三运说的 我想小道一向都用很多理想化的口号 一向是至少自2015年赢得选举以来 我们说他政治正确的口号很多 是他的主族 当然我们看他能否做到 我们不知道 但一样东西 至少我们应该都会看到 他在某程度某些政策 或者委任某些人 可能有需要 他怎样都要想一些方法 他找一些代表沙省 或者西部省的人 就进去内阁也好 参议员也好 怎样都好 因为其实我们看一看 那时哈帕的例子 哈帕刚刚赢了Port Martin的年代 那时保守党最弱势是什么 大城市是赢不到移植的 多伦多、满地行和温哥华 都是赢不到移植的 所以他也想了很多人 最后都试过去找参议员 去帮忙做负责一些内阁的事务 其实哈帕都想过 怎样想方法 可以拉拢一些 他自己不够支持的地方人的支持 如果小道真是有心 希望想拉拢一些 不支持他的地方人的支持 我相信他可能 一来可能都可以去前总理偷下肆 二来 参议员是一个好的 就是入手的地方 是的 或者真的可能 譬如说做一些好的政策 或者做多些宣传功夫 是一些 本身完全不支持自由党地区 做多些宣传功夫 要告诉那里的省民 为什么自由党的理念对他们好 否则这个问题 迟早搞不定 到时如果人家 出了一些政策、论述 去吃你回头 你更大 即是说他的选举工程未完 还要取完省民 还要再加盟多几年 是的 因为其实我们看自由党 今次在选举工程 其实不是成功的 我们看他 其实只是保住自己的基本盘 仍然是少到领涵 只是领涵 还有是保住了自己的基本盘 叫做在一个地区性划分上 去拿到多些的移植 才能保得住政权 还有他那些国会议员 若果不是有靠知名度的 都很难 今次很多都不可以联用 甚至有些内阁成员 都会输在自己的选举 很明显说 吃老本不行的 《国家邮报》 《National Post》的专栏作家 Angelo Coyne 就说 The liberals didn't win the 2019 federal election They just lost less than the conservatives 意思是说 自由党不是真正赢 不过他输得来 比保守党输得较少而已 你认为国家邮报是比较靠右的 怎样解读呢 我想是相对比较 自由党失了票一定是失了的 但至少我们在这个现有加拿大的政治制度下 他失的议席 就算失的票数多 但他失的议席 没有保守党那么多 所以变相来说 他叫做保住了自己的政权 因为他自己 如果我们用地位去划分 或者用一个选区的得票率去划分的话 其实这个自由党用他的票数 英文叫做more effective than conservative 可能抗保守党是要多很多的票 才能得到一值 除了一条数来算 会不会是因为执政党的优势来的呢 总会有一点点原因 但二来就因为他们自己 他推行的政策理念 相对其实可能在安省 东岸的省份都比较受欢迎 这些比较人口多的地方 那是 因为一个政策 亿了三分之一 但他已经搞定了 是的 理论上他每区只要赢多一票 他就得到一个移植 他现在得到票也没有保守党那么多 但是得到多的移植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支持党的广阔地区广阔道 是比保守党大 所以才能保住 所以他在广阔道上守得住 结果他就赢了保守党 那就是你说 Andro的专闻作家的说法 本身有点点减乱了 我觉得会这样说有点减乱了 你说保守党是不是没有得呢 我不会说他输得多的 因为他其实都有得的 他始终在议植上也得到多一点 是 但是始终在整体策略上 他所谓的得 都是盖不过了自由党的心 就是他没有全国化去得了 人家的执政就是全国化分得比较均 是的 那你认为这次哪个政党才是大赢家 或者哪个是一个大赦家呢 我觉得两大党都肯定不是大赦家 或者是大赦家 也有得游失 但不是最重要的 反而最大得罪是叫夫人政策执政策 因为执政策执政策在上次的选举 差不多人家以为是去灭党 就是有评论禁制的 谁知道这次突然来过大翻身 突然一天就不生 都是党令年轻人也有着手 党令真的很年轻 还有可能他的面孔比较新 大家没有什么期望 突然他一辯论表现得比预期 大家预期没有期望 下一辯论表现得有规有矩 结果那些人就可以转堂给他 第二 当然他的德是建基于 我觉得认为最大的输家就是新民主党 新民主党在Jack Natan 当时在Cubeck拿了很大的支持 叫做橙色船风 橙色浪潮 其实当时某程度 就将以前任何人 不再投联邦自由党 或者联邦保守党的票 以前就会投赛夫人政策的联邦层 在灰山里面 而那些人大部分就转了去投NDP 去投新民主党的那一期 不过一次过而已 一次过而已 论回结果去看 就是这个浪潮没有再深化 没有建立过根基 就是变了过了两次选举之后 别人觉得我觉得好像你代表我什么声音 或者是我觉得不值得我再支持 结果那些票就留下了 就是我们最欲求其次 就是这一帮人 他们是不会投自由党 或者保守党的 新民主党不想再投你了 就再退回 就去迫博博博博 就拿了最多的 而且灰山政筑 今次有口号都不再提什么灰独 他就说灰省的利益优先 那又是吃了川普那个 就是美国利益优先 这个也是一种本土取向来的 加上他年轻 这个选民都很愿意给他机会的 其实今次华裔 全国有40位候选人 只有8个当选 安省5个 这个BC这边就有3个 你怎样评价今届华人的表现 或者是有没有突出的 可以分析一下 我想这么说 胜出那8位的华裔候选人 都某程度都没有什么原念的 其实他们这8位 即是一样就是国会议员 即是连任的 很多连任 很多连任的 即是他们做的工作 都是一定的工作的 好像一两位是新的 参选过的 参选过和之前都做过一些不同的社会公正 又是学位的 又是学位 或者东岸有些生议员 有很多林庄的 你觉得好像都不是很多新面孔 是的 就是一个没什么新面孔 一个突出的新面孔 虽然参选的人数 都算是差不多破了纪录 但是你看到所谓四十几个人参选 当中有九个就是人民党 其实我都挺惊讶人民党的 这么多 是的 因为人民党通常对移民不是那么友善 但是有九个华裔 当然那九个华裔也都全均尽密 但是其他主要政党 反而不是每个政党都有九个华裔参选 应该是一个党里面最多人的 都可能是这个人民党 是的 其实看到在大党里面 我们可能华裔本身愿意参政 或者有心参政的人 始终都是少 反而我们看看印裔的选 印裔当选国会议员都有十几个 如果大家要用人口去划分比例的话 其实华裔当选的比例其实很偏低 可能看到几样东西 就是我们华裔参选的热成不够 或者有很多有心知识 也都没什么兴趣去参与这个政治 我相信这一个局面 暂时都未改变到 你那个参政投票率 我们都很隶伪的 全国最低的投票率 就是五成一、五成二的 就在我们这边 在必斯省这边 特别在列治民那边 看完之后都觉得 我们人全国大话大话 都过150万人 说180万人 全国是华人 印裔不够我们人多 但是他当选的 在国会做事的 以至在省里面 甚至做过省长的 数出来很多 知心内国听长部长都不少 印裔的 国防部长都说不出的 但是华人最多都去到 就是国际贸易 都是做次长 就是去不了正印 人数又少 投票率又低 喂 怎么办呢 我们经常都说声音要融入去 否则不然 我们将来数人头是很厉害的 但是你一度数国会票 就没办法照顾了 因为你就这么少代表 有没有一些良方 或者你有一些观察可以说的 我想良方 暂时很难看 教育 继续教育 不停教育 公民教育 我想公民教育 或者公民的宣传很重要 就是我们华裔 可能本身我们的 本身华裔的特性 可能自己的文化 或者生活的圈子 可能跟其他的族裔 就比较少 英文叫overlap 就是印裔相当多的overlap 所以他们多一些交流 大家互相 大家知道 大家了解会多一些 沟通也会多一些 自然沟通多一些 人家也自然会容易些 去买你 可能本身华裔 要跟其他的族裔 或者跟其他的族群 那种交流 可能需要加强 所以加强交流 大家加深了解 变成大家更好友善 不要一直缩在同温层 多些出去 跟不同族裔的人聊天 或者是听听人家说话 就是参加活动 有冰球 快去参…不是参赛 参加一下 那个比赛 看看他的气氛 一起叫口号 我觉得你不进入主流生活 你永远都是在华人餐厅 华人超市 英文都说了一句 那就很糟糕了 始终因为大家不熟 大家都知道 不要说参选 譬如说 普通做朋友 做朋友的 就是说 大家挡个信字 我相信你就帮你 但大家不熟 突然来到 我要问你借钱也好 找你帮忙做什么也好 或者找你当门口 队的牌 你都 你都 是好也好也不求 突然间 无事不登山 即是那个 族群之间的关系 交流就比较少 那我们中国政策是怎样的 如果是少到现在再多四年 虽然是少数党 但也不是说中国政策都要想想要不要调整一下呢 我想短期内都是交着状态 虽然他刚刚当选后就说 会找专家去帮忙 看看怎样可以 专家 还有什么专家 我不知道有哪些团队可以帮他 但是我想短期内就应该不会有什么的大起 或者大跌 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其实现在大家都众所周 就指家中现在目前的关系最焦点 就是说孟晚舟女士在加拿大 还有两位加拿大的国民 就被中国政府扣留 就是两个Michael 是的 两个Michael扣留了 我想对北京来说 就是他以一个正常普通的外交 或者司法渠道 他都知道是现在要跟小道打交道 短期内小道 除非不会突然下个月又再大选换政府 我相信北京政府早前也曾经估计 会是这件事情会发生的 所以也看到他在大选之前 已经确认了新的大使 其实某程度也都显示了 北京都知道 在短时间内可能未来一两年 都要跟小道领导的政府交涉 如果他用一些比较外交或者司法渠道 跟加拿大这些交涉 去令到孟晚舟 就是放孟晚舟女士 他怎么也会有交往的 不可以完全封杀或者强硬 没错 我相信这些交涉我相信也不会 他要看中美贸战的变动 加拿大某程度上也挺取决于两个大佬之间 谈不谈谈电数 他们谈得连转 加拿大就会比较好 还有要快一点转机 是的 当然也有影响 同一时间 因为北京应该不会再跟加拿大这方面做得再差下去 加拿大当然首要目的 又是要够两位Michael出来 加拿大我想在对中国的博弈上 他也不会跟中国做得太强硬 其实不是加拿大风格 加拿大风格是比较软身段为主 不过立场也要很强硬 比如说前我们的外长方卫兰 乌克兰的族裔都比较强悍一些 希望以后有一个转机 是的 看到你背后 其实现在大家都声气都积了静了 其实我相信背后已经在做很多外交的划算 好 那我们周一长谈 今天就谈到这里 也很感谢观众朋友的欣赏 下次再跟大家谈 拜拜